我们两个结婚一年多的时间了 我觉得现在的日子真是过不下去了 天天除了吵架就是吵架 我觉得我作为母亲 作为妻子已经做得够好的了 但是她现在却让我看不到一点点的希望 我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她总是对我有意见 有时候还打我 我觉得我们两个人都有原因 她总是把所有的错 全怪到我身上 我觉得她必须有些改变了 要不这样真没法继续了 当男嘉宾在小片里说 她还打我 我说一遍你们也乐了是吧 来 掌声请出这对夫妻 掌声有请 魏先生25岁来自河南 戴叶 李女士34岁来自河北 外卖员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这是您夫人 对 比您大 9岁 结婚几年 一年多点 谁追的谁啊 她追的我 怎么追上的呀 就是我干美发的时候 那个店是在他们小区那块开的 她总上我们的店里边 一来而去的 我们俩就认识了 你们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双方家人都同意吗 我这边因为母亲去世比较早 然后父亲呢又是自己顾自己那种嘛 你不管我 然后他家那边一直都是不同意 为啥不同意啊 家里 我父母知道了他的年龄之后 完了呢 不让我们在一块 就是因为年龄 对 对 那你有没有考虑过他比你大那么多 为什么你要跟他结婚呢 因为当时也是喜欢他 所以呢 当时喜欢是吧 对 现在还喜欢吗 不喜欢 那你怎么就娶到他的呢 家里人也不同意 因为后来我跟我家人谎称 他怀孕了嘛 才把户口本给骗出来的 所以就是以怀孕的这个身份 走进了一个家庭 是这么结合的 是这意思吗 对 那现在有孩子了吧 结婚当月吧就怀孕了 现在孩子留七个月 资料上面说您现在是待业啊 对 大男人不工作干嘛呢 还有孩子 在家 他一天就在家抱着手机打游戏 完了孩子也不好看 家务也不做 然后就是我白天做家务 看孩子 晚上就出去送外卖 把孩子哄着了 出去送外卖 你不去送啊 我不去 为啥 因为我 不是特别想工作 那你靠什么生活呀 他是一条女汉子 那他来养我呀 行吧 接着说 接着说 然后就是我白天 带孩子做家务嘛 晚上下下夜班凌晨 早的时候是凌晨三四点钟 然后晚的时候 可能就是早上六七点钟 还在外面 太辛苦了 一回家 他这块就是 我造的家里边 特别的墨迹 衣服不管干净脏的 扔一地 衣服得我洗嘛 孩子腐蚀 现在六个月可以加腐蚀了嘛 然后孩子腐蚀也是我做 晚上的攒着 在池子里边落着 能落三四天 我啥时候有空刷 我啥时候收拾 是真话不 是 那你干啥呢 因为我感觉 他是个女的 他就应该回来收拾 那你是男的 你不得挣钱吗 我现在不是 没找着好点工作的吗 工作不是给你找了吗 第一开始你说修摩托车 阿西时代跟我说 现在修大排量的摩托车 挣钱 出去俩月 龙共拿回来 一千六百块钱 那不是学徒吗 你学徒 你首先 你是一个孩子的父亲 你首先 你得保证家里面的生活 你说没有好的工作 工作你找好了 差一道手续 能拖一个月 我朋友那边给找了吗 我都没法跟人交代 手续不是不好办吗 所以我 你去办了吗 我没去啊 我感觉不好办 你感觉 整天拿手机 跟家躺床上 打着游戏 打着凭空 想 这手续不好办 你就不去 对啊 对啊 我还挺崩溃的 我们两个 而且还经常 因为看孩子的事 吵架 然后一吵架 就说有本人 让你妈来看 我妈八年前就没了 你就说这话 是她该说的吗 那你在这家里 你想怎么着啊 她不是女汉子吗 咱让她上班一下 不是你那会儿 追她的时候 是不是就觉得 她是条女汉子 你嫁给她以后 不是 因为她个儿比我高 哎呀 这个儿高了 还是个罪过的啊 然后 她对你好吗 比如说她不干活 拿话填过你也行 没有 然后就是吵架 而且就是我父亲嘛 在孩子满孕的时候 我父亲也过世了 当时孩子太小 离不开人 也没人帮我带嘛 只能他人去处理我父亲的身后事 处理三天 我父亲刚下葬 就跟我闹了 就说 你爸活的时候不靠活 死了还这么麻烦 简直就是没事找事 有这么说话的吗 就气得我跟他大吵一架 把奶都憋回去了 现在孩子纯吃奶粉 你当时喜欢她是吧 所以娶回家的是吧 对 娶回家就是为羞辱她 折磨她 是这意思吗 刚开始是没这么想 那什么时候开始这么想了 为什么这么想呢 就是说生完孩子之后压力也大点 把他们都这么想 你有什么压力啊 就是打游戏找不着存在感的呗 是吗 我不打游戏我干啥呀 妈呀 而且每次吵架 好不过就说 啊 你们全家都死绝了 你还不消停 你也要把我给逼走吗 不不 我怎么逼你了 我逼你什么了 我问一句啊 这个婚离了不就完了吗 来这干嘛呀 但有点听不下去了 我现在我家里边也没有什么亲人 啊 然后就孩子算是唯一一个 唯有血缘关系的亲人 我就觉得说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所以说我选择一人再人 那今天是谁要来的呢 我 你要来干嘛呢 我就是在想说他能改 我还是会去选择原谅他 就是想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 就是他都这样 你今天来这 意思就是让他去改 我理解的对吗 你们俩现在是个什么生活状态呀 我们俩生活状态都是 没事都吵架打架的 你们俩就是争吵和动手 一般都是他对我动手 那谁要你骂我妈呢 他对我动手 完了之后我打不过他 我只能用语言还击他 是吧 那你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我的意思都说解决不了 只能离婚了 那你想怎么解决呢 我想他以后别欺负我就行 我怎么样欺负你呢 我说我没事扒着你 你说你在家里什么都不管 有时候我这干着别的家 我是战士手的 你给孩子刷个奶瓶 你干嘛呢 刷个奶瓶什么时候刷都可以啊 用的时候再刷也一样啊 那多少个肉眼看不见细菌在里边啊 我感觉这样的孩子养出来更健康 你就是这么养出来的吧 嗯 差不多 你觉得你在健康吗 还行 不是 你 你父母知道你这状态吗 我父母知道 他们什么意思呀 他们刚开始都不愿意嘛 反正现在也是保持中立的那种 为什么保持中立呢 你都这么欺负人了 怎么还保持中立呢 反正他们还是比较护着我的 这个倒是可以给上一对了 嘉宾看一看啊 生儿子生成这样 看完之后二胎的计划应该被打消了 你真行啊 那话应该怎么说来着 说不出口啊 而且就这样 他还不行 然后他出去跟他朋友在一块 然后还说我跟我送外卖的同事怎么怎么样 我为啥这么说你啊 还不是因为你晚上走的时候 聊着微信啊 开开心心的完了都走了 凌晨三四点才回来 我都想知道你干啥去了 我聊微信 我也是跟同事在工作群里边 我问问人家有没有单 然后没单我出去干嘛去 我在工作群里边四十多个人 领导也在里边 根本就不允许聊工作以外的话题 本身我都怀疑你 你之前那小伟跟我说了你很多的事 说你跟一帮男的经常出去玩 而且玩得还很疯 第一那是我认识你之前的事 我认识你到现在咱俩在一起两年多 我有哪一点对不起您 再者说玩大排量的摩托车 你们在座的女生有几个会骑的 我也想说跟一帮女生一起出去玩 哪有几个女生会骑大排量的摩托车 不是等一下我问一句啊 您骑摩托车是为了送快递方便 还是说自己爱好骑大排量的摩托车 之前就爱好 明白了 现在我的感觉刚开始的时候特别保守 现在特别开朗 所以说我都接受不了这样的事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你现在的这一系列的态度 是因为你觉得你的妻子 没你想象的守护导 是这意思吗 对对对 然后你是拿这个作为一种报复 在报复她是吗 算是报复 嫉妒成这样 那你也跟她出去看看 她夜里到底干嘛去了呀 她一个人那么晚要去送外卖 你不心疼吗 因为家里边有孩子 所以呢 那你出去送啊 我不想去 不是你追求她的时候 不知道她的性格就是这样的吗 不知道 当时她跟我说她也喜欢 然后我俩就一直就是说 就想说找一个合适的机 我说她家里边也不同意她骑机车嘛 然后就想说 回头一起去玩 结婚以后啊 愤得愤得一起去 骑着机车去旅行 我说的是咱们俩去 完了又没说让你跟着一帮男的去 那实际等于在婚前 你们俩是对机车是憧憬的对吧 对 是憧憬着有一个大排量的摩托车 然后 是一人一辆摩托车 然后你们骑着摩托车去旅行 是这意思吧 对 你婚后不是很快就怀孕了吗 你孕期也骑摩托啊 没有 就是孩子出生以后 就是我出了月子 就开始骑摩托了 那时候就是孩子小 然后我自己出摊嘛 白摊卖花什么的 因为家里边没地方放 就只能在附近的那个 城乡街和不我们村子 租着房子 放电三轮啊 放那些货 完了呢 就是天天得拿背袋 把孩子背在身上 然后骑着摩托车去 换电三轮 把孩子搁小车上门 不是那你在干嘛呀 那时候他在学那修摩托车嘛 然后就是两个月 一共拿回来 一千六那工作 那你到底想干嘛未来 我想再重新找一个 好点的班上了 男生告诉我们说 妻子婚前婚后是两个人 是这意思吧 对 所以我用一种方式想报复他 这是你的第一段说辞 对吧 对对对 第二段也必须承认 你是一个懒蛋 对吧 算是 这是先生的一个两层 然后站在他的角度 他认为他这样做 都是应该的 对吧 嗯 是不是这意思 是 因为你妻子 没有达到你想象的那样 是吧 对 所以你觉得你这样做 都是应该的 对 在这个前提下 他凭什么去推你 你觉得委屈 对 因此如果你妻子不改掉 向你动手这个恶习 你坚决要跟他离婚 对 听明白了 所以就这么拧巴的一对夫妻 这么拧巴的一段恋爱关系 这么拧巴的一段日子 因为每次我俩吵玩家 不管谁离开 孩子都会哭闹 直到看到了一个人回来 嗯 好吧 为了那七个月的孩子 帮着想想主意吧 我们一起进入 新养美容APP 丘比特问卷 刚开始我在 看眼前这位男士 的种种表现的时候 我很愤怒 但是听到后面 我眼前出现了一幅图案 就像我们家 三四岁的老二 一旦得不到某些东西 大发雷霆 以破坏的方式来发泄自己的愤怒 他不会顾及到周围人的感受 他也不觉得谁对谁错 就是我生气 我要发泄 管你是谁 你就像一个孩子 因为男人这个词啊 除了他的性别属性以外 他是带着一些复杂的色彩的 比如说心胸 包容 能力 担当 还有责任心 这些你有吗 没有 显然没有 但这些恰恰就是 你老婆 希望从你身上看到 对 但是你不能以孩子自居啊 因为毕竟你已经结婚了 你还有你的孩子 对不对 虽然你不想长大 但是你已经长大了 所以说你必须要面对 我希望你还找找当时 你们在一起的那美好的世界 是因为你的落后 导致了他的进步 你没有退路了 如果说他跟你离婚的话 你有什么 就是腹皮囊 一个性别叫男的 想不想不这么被人的羞辱 想不想独立起来 能够自己捡起自己自尊 好不好 迅速地让自己成为男人 可以吗 第一步很简单 出去找一份工作 一千两千给钱就干 因为你可以回家的时候 你可以心安理得的 我往家里带回来了 钱了 而不说躺在家里 你来给我做饭 你给我送吃的 那有一个比你还小的孩子 在那等着呢 你不是他 明白吗 不管出于为了谁 都要尽快地做成一个男人 真正意义上的男人 就这样 好 谢谢曲总 来 珊娜老师 我觉得那句话说特对 就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一开始听的时候 我真的特别特别可怜你 但是在我整个梳理下来 你们两个人这段关系之后 我觉得真的 你也真的挺气人的 就是你们两个人 都是两个非常极端的人 你极端缺乏安全感 极端缺乏家庭的温暖 所以你不择手段地 在维持一段你认为 这是家庭的温暖的关系 但其实 这连最基本的人情味都没有 你得到的全部都是仇恨 你说你现在对他有爱吗 我不相信 你现在只是在苦苦地挣扎 就是你不甘心 我为什么我的命运就是这样 但是我告诉你 你越不甘心 你越做这样最后的垂死挣扎 受伤伤得最大的人 最后还是你 接下来说男生 我觉得你特别可怕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你有一种 活不起的状态 破罐子破摔 明明知道我这么说 我今天在这台上 我连一个男人的尊严都没有 但我就这样说 我管你们怎么看我 我大概想了一下 分析一下你的心理 你可能是一个 极端自我感动型的人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你在当初追他的时候 费尽心思和手段 你觉得他在你心中 是非常完美的形象 你甚至不惜 跟家里面谎称他怀孕 偷护口本 费尽所有的力气 我娶到你 结果 娶回来发现 他根本不是我心中 那个完美的形象 所以由此开始 你就开始破罐破摔 进行一系列 刚才你所描述的 报复的情况 但是你不知道 仇恨是最大的负能量 他挡住了你人生 所有的阳光和希望 你不光报复了他 你也报复了你自己 你说他 带着孩子走了 跟你离婚了 你怎么办啊 大家都离开 这孩子你压根不在乎是吗 如果你要连自己 有问题都意识不到 那我接下来什么话 都不用跟你说了 所以目已成舟 事已至此 我现在要劝你的就是 赶紧 收拾行脑 自己过去吧 祝你幸福 好 谢谢夏大老师 来 陀老师 我们不得不承认 有些男人只会长大 永远不会成熟 但其实他最可怕的 还不是这一点 自私可以因为孩子 而变得宽厚起来 懒惰可以因为生活的压力 而变得勤奋起来 不懂道理可以教他 懂道理 他最大的问题是不支持 我这样说你生气吗 不生气 好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男性 就没什么好说的 其实你之所以愿意 跟这个男人还继续过下去 除了在最开始 你把他的幼稚 当成了一种勇敢 你认为他为了跟你在一起 和家里面 脑翻了 除了这个原因之外 还有没有安全感 他还有家可退 你是家里一个人都没了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 是因为你觉得这个男人 至少还没有实质上的出轨 就是因为每次我俩吵完架 孩子非得要看到我们两个都在 他才会不哭 我觉得这可能有一定的因素 但是我也觉得有这样的因素 你能接受他出轨吗 还有 我为什么在觉得你不是那么痛苦 甚至我刚才在说他的时候 大家笑了 你也笑了 因为我在心里觉得 我们认为他可怜 对吧 其实他觉得他可怜 在你们之间 到底是谁强 谁弱 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 他一直认为他弱 你也认为他弱 这种弱来自于 形体上的矮 或者是你老是欺负他 你能打他 同时他也还不了手 这种惯性思维 会认为 其实你在他面前是个强者 而其实是在精神上 和在生活温暖上 其实你才是一个弱者 你必须意识到这一点 你的身形的高大 有的时候 掩饰了你内心的脆弱 婚姻是建立在 有希望的基础之上 一个男人可以穷 可以自私 可以懒惰 但不可以没有希望 如果你觉得这个男人 跟着他是没有希望的 是绝望的 那么跟丧偶式婚姻 是没有什么区别 而且比丧偶式婚姻 还要痛 因为你明明没有手管 但你却偏偏活成了 手管的生活 孩子明明有父亲 却搞得跟没爹一样 所以在这个时候 你是要自保的时候 你是应该带着孩子 过自己的日子 而且我甚至劝你 在离婚之后 不要急着结婚 我害怕你再遇上一个 可能还不如他 你得好好的 通过母亲的这个角色 想想自己这些年 是怎么过来 你应该为孩子想一想 至于他 你放心 他还有父母呢 他想的比你开 你说呢 对不对 好 谢谢附老师 你今天你们陈述的 这些事实 离婚可能真是一条 最好的出路 对于你 对于孩子 但是未来你还要走 我就突然想到了一点 一个学生犯了错误 被一个老师逮来了 不知道老师跟学生 谈了什么 也不知道那一天 在老师的办公室里 发生了什么 从此之后 那个学生就完全变掉了 变成了一个 所有同学都不认识的差生 差到了他必须 要用一些伪装来保护自己 比如说 你是无赖 对我是无赖 你是一个没责任 那怎么了呢 我就是这样 有的时候 可能对某些人来说 这还是一种 保护的色彩 所以我说这一段 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就想让女生 在心里想一个问题 你们俩结婚之后 到底在你们俩之间 发生了什么问题 让这个男人转变了 因为你承认他婚前婚后 是两个人 对吧 包括为什么 这个男人 在有了孩子之后 还去很努力的 学了两个月的摩托车修理 虽然钱挣的不多 是怎么变的 到底发生了什么 所以我觉得 你们俩是好 还是离 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们能彼此把心里面 特别是男生 那个结给打开 那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在我看来 这段婚姻关系里面 一定有过不去的结 你们自己去聊 接下来一起进入 那几天和古方红糖 真情六十秒 可能是 咱俩在一块吧 然后老 给你动手 你还手 打着打着 可能情分就没了 当然为这孩子 为这个家吧 我也是称的 很辛苦 你看这我表面 大大咧咧小女汉子 其实谁的内心 不是住着一个小女人 我也想 过那种悲楚悲暗 被关心呵护的日子 你要是天天在家 我就上班去 你确定 我确定 行 其实你知道吗 有一次 半夜的时候 我送外卖 送到一帮车坏了 你还记得你那次 我发烧 然后你骑着电动车 带我从外边 穿过大半个团人士 你说你迷路了 我车坏了 走的就是那条路 然后想起那件事 其实觉得心里边 挺复杂的 好 时间到 我还想跟你明确一件事 是不是如果他在家里面 全职去养你们的儿子 你就会认真地出去工作 为他们的生活而奔波 是还是不是 这是一句承诺 是一句气话 或者其他的东西 还是一句发自内心的承诺 发自内心的承诺 好 谢谢你 请回 两位 谢谢 来吧 我们来看这对夫妻 今天 此时 在这个现场 最终的选择是怎样的 请开门 以后我会对你好 回家好好聊聊 好不好 既然出来了 回家好好聊聊 有什么不开心的 跟妻子好好说说 妻子觉得有些什么解不开的 也跟丈夫都说说 大家把话说开了 日子是不是还得往前过呀 对不对 好了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再过几年 儿子也都这么大了 要好好努力 来 我们见证 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谢谢